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都是观众非常喜爱看的剧目 这个双猎女是男皮县张氏家族的人 其实俩岁数不大 但真是从很短暂的一生 咱们能看到旧社会黑暗腐朽 人吃人的本质 这个双猎女去世之后出了一个病 这个大病 这是这俩姑娘活的时候没想到的 当然这个故事呢还是挺复杂 死的时候是1916年3月 南皮县有这么 姐儿俩都姓张 在天津 这个死呢是四个字 叫迅捷而亡 如果当时在天津 引起很大的轰动 当时很多南皮张氏的族人 什么张全啊 张凤元啊 这好多名人 张全是张之洞的大儿子 这就好多人啊 都认为这是张氏家族的七尺大儒 就联络了很多在天津的绅士 华世奎 严秀华世奎 就是大书法家 天津券场那几个字是人家写的啊 这都是当时天津市面上的上流社会 就把这些个绅士们全惊动了 哎 要求天津高等审判厅 改变原判 伸张正义 要击拿凶手 而且另一方面呢 积极的为这两个猎女 筹措丧事啊 这个在天津城 那慢说天津 华北地区 那都是轰动一时 张家这姐俩 原籍是南皮县 偏坡盈村的人 就是现在这个东光县 俩闺女的父亲呢 叫张绍婷 张绍婷家里挺穷 18岁呢 逃荒到天津 在一个瓷器店里边啊 学做生意 哎 18岁来 小伙子呢 挺懂事 干活也勤奋 不偷奸 不耍华 这个开店 这个店主呢 姓金 金老板 金老板就觉得这个 张绍婷这孩子行 18岁 在我这学生意 而且老看着他 踏得实实 稳稳当当 啊 就后来就跟他说了 说我呀 很喜欢你这个孩子 我家里有这么个闺女 我想把这闺女许给你 我招罪你为我的女婿 你在这儿呢 以后我就把这店呢 就给你就得了 就这么着 他算是招罪为婿 结婚了 结婚之后呢 生了俩闺女三个儿子 这俩闺女 大闺女 叫丽姑 次女呢 叫春姑 估计再生一个 就叫香姑了 但没想到 没等生 出事了 1900年 八国联军 来了 天津也被攻陷 慈禧殿给砸了 这没法弄了 日子过不了了 怎么办呢 这张绍婷说 干脆得了 我呀 拉黄包车去吧 拉黄包车 天津馆那个叫 娇皮车呀 就是拉洋车去了 家里边这个 媳妇啊 闺女呢 就给人家洗洗衣生啊 织个布什么的 反正一家人呢 苦熬苦夜 就算凑合活着 这个张绍婷这个人呢 性格有点拘谨 就很内向 也不爱说话 他拉洋车 这个 你想这拉洋车 这个玩意 他是个聪明人干的活 他又实在 有时候这一个月跑下来 他连这个车份 就车这个 车租都交不上 就这个情况下 就这一天 黄包车还丢了 人车厂老板 这我招你惹你了 对不对 交不上车份就得了 你把车还弄丢了 你赔吧 让他赔这车款 哎呦 真是没辙了 回家来两口子 相对哭泣 一点辙都没有 这哭怎么办呢 哎 家里这一穷 来坏人了 坏人知道 说这家缺钱 因为天津这个地方呢 我是天津人 我最了解天津了 九河下哨 天津位 三道福桥 两道棍 五方杂地 好人有 有身份的也不少 名流啊 这个文化人多 但是呢 也不可否认 你有一批地痞无赖 其中有一帮人 就是拐骗啊 引诱良家妇女 啊 他把人家卖给什么妓院呢 或者嫁给谁家呀 哎 从中牧取暴力 来这么一坏蛋叫什么呢 叫代夫友 这小子就专门就是干这个事 你听说张绍婷家里边 洋车丢了还不上 而且他们家有俩闺女 嘿 好啊 这代夫友呢 有一个不错的哥们 叫王宝山 俩坏小子 王宝山认识张绍婷 代夫友说 你找谁趟去 你问问张绍婷啊 这俩闺女是不是愿意 嫁出来 抵个债什么的 啊 好吧 王宝山去了 王宝山去了 跟那个张绍婷 你这个家里又没钱了 现在这怎么办呢 是不是 现在来了这么一茬啊 现在有人 有一叫代夫友的 代夫友家里的大儿子 要娶媳妇 咱们立个婚约吧 到时候你有钱了就好 哎 没有多久呢 赶巧了 张绍婷呢 就也是搭着身体不好 就死了 病死的 啊 代夫友来了 哎呦 假献殷勤 这事你看亲家没了 得了 你们母女几个人 上我们家住去吧 今世啊 就是张绍婷这一双 还以为好意呢 带着孩子们就过去了 但是来了之后 代夫友那媳妇 马氏 就老劝他 什么啦 你这一个人 你就不如再走一步 再嫁吧 是不是啊 要不然孩子呢 什么 平时没事呢 俩闺女来 我教你们唱小曲吧 可教唱的小曲 都是妓院里的小曲 这金石石的坏了 王宝山 王宝山 代夫友 骗我们了 我干脆 我啊 带着孩子回家 别的孩子都带走了 这大闺女 立姑就给留下了 说来要来 人家不给 说这不行 这现在我们家的人 就把这个闺女 藏于密室 百般凌辱 而且是大打出手 这姑娘跟这哭的声音 街坊都听见了 街坊四邻 都给他鸣不平 最后没辙了 这个金石 跑到警察局告状 警方来人 勒令放人 必须放人 才把这大闺女 放出来 回家之后 全家团聚 怎么哭 那是他的事 但大夫又不干 怎么呢 这是眼瞅 到手的肥肉 这就跑了呀 不干呢 说这个金啊 这个金石啊 毁昏了 我们说了 要把他 许给我儿子 现在把闺女 弄跑了 对吧 上诉 到天津地方审判厅 而且伪造了一个婚书 因为张绍婷啊 死得早 还没来得及 这个写这婚书呢 他自个儿造了一份假的 就说张绍婷 把那俩闺女 娶给我俩儿子了 谁作证呢 王宝山 这大坏蛋呢 王宝山呢 对吧 这诉讼就到了 直立高等审判厅了 大夫有点花钱呢 一贿赂 哎 这一贿赂 审判厅 你想那个年头 他这玩牙门口冲南开 有里面先别进来 审判厅就判了 说那对了 张绍家这俩闺女 都得闺人姓代的 哎呦 判绝书一下来哟 大夫有的就来了 来吧 你俩闺女给我吧 我赢了 金氏不知所措 哭啊 抱头痛哭啊 娘仨 教天天不渝 喊弟弟无言 啊 金氏说 闺女 娘对不起你们 他们来抢人 娘跟他们拼了 俩闺女就跪着 母亲跟前泪流满面 娘啊 说这个 弟弟还小 爹死爹早 你有个三长两短 仨弟弟谁抚养 是不是 那就是闺女我的罪 您放心啊 他们要来抢人 我们接着俩有办法 当天晚上 俩闺女趁着他妈 睡着了 这俩闺女要不说 真是很厉害 不是一般的人 提前准备好了 准备了好多 这个火柴头 拿煤油啊 把它泡开了 喝这个 要死 喝完之后 那您琢磨琢磨 这俩也不是听谁说的 说这儿能死 到凌晨的时候 药毒发送 哎呦 这俩闺女辗转反侧 难受 春姑啊 毒热攻心 渴得不行 要喝水 姐姐说 妹妹 咱们说好了 一块死 你要喝水 毒就解了 就死不了了 我等你 咱一块走 接着俩服毒 哎呦 但这一疼一闹呢 邻居也听见了 他妈也听见 赶紧起来要抢救 这俩闺女 拒不服药 您别去 谁别去 我们不打人活了 立姑先死 到后来这个春姑呢 告诉这个接风四邻 说那个审判厅啊 判决书下来的时候 我们俩就打算死了 现在我姐姐已经死了 我绝不能毒生啊 谁别救我 话说完了就死了 接风林就没有不哭的 这个是1916年3月17号 大姑娘17岁 二姑娘14岁 这可是个大事啊 张家这俩姑娘啊 服毒身亡 今世是痛不欲生 你这日子还怎么过啊 就乱了套了 当时咱们说的张权的这帮人呢 就是南皮县的名人张权 那是张之中的长子啊 都觉得 这不行 这是丢了我们南皮老张家的面子 派人来吧 哎呦 大批的人到金氏家中 询问究竟 一问这事都生气 不行 要给这双猎女申冤 代父有王宝珊 开始想的是简单 张绍庭一死 龟儿寡母 那还能跑出咱们手心吗 可没想到 俩闺女死了 而且再一问呢 这俩闺女属于是南皮县张氏的族人 哎呦 俩坏了 南皮张氏权力大 势力大 因为天津的官府 地方的绅士 大批是张家的亲朋故旧 要惹恼了这个事 那捅了马峰波了 怎么办呢 这个代父有一个小跑步 弃家前头 直立高等审判厅也知道 这审舍了案子 要闹出人命了 说赶紧抓这俩人 抓大夫有 抓这个王宝珊 因为这个事是直立高等审判厅的错判 所以怎么办呢 就得由直立警察厅厅长杨义德出面处理这个事 以平民愤 但是主犯像王宝珊 为罪潜逃 不能够圆满间 说到这咱们得介绍一下杨义德 您都看过评剧杨森尔高壮 杨森尔高壮最后上的这个厅长 就是他 他是直立警察厅厅长杨义德 杨义德年轻的时候 当过这个大经的那个经夫 经夫您知道 晚上啊 在这个胡托里边 敲着一个帮子 当当当当当 敲那个帮子 所以他有个外号叫杨帮子 天津人都知道 你说杨帮子就只是他 所以说现在呢 他得办这个案子 以平民愤吗 是不是 但是手底人说了 说办不了 为什么呢 王宝山跑了 就把手底下几个得力的手下叫来 说别跟无聊天了 赶紧吧 给我捉这个王宝山去 这几人就出来 出来上哪找王宝山去 但这几个人呢 也挺好玩 说还出了一个可乐的事 走的这个皇家花园 天津的地名叫皇家花园 打对过来一个人 挺年轻 穿西装 推个小车 车上啊 都是瓶子 一边走一边吆喝 这是干嘛呢 这是卖药堂的 啊 这过去天津呢 有这到现在天津街头用药堂 就是什么薄荷的 橘子呀 酸的甜的 巧克力的 各式各样的药堂 啊 用这些个药 熬的小方块的糖 吃完饭来一块 煮消化什么的啊 我们从小 我在天津我就吃 有时候现在回天津 还让他们买点来 卖药堂的 卖药堂的还吆喝呢 卖药堂嘞 谁还买我这药堂啊 车子还有香蕉 山药人 反正各种吆喝不一样 啊 那么说这个几个警察 对面看见这个 穿西装的这个呢 这是天津一个卖药堂的名人 他的名字叫王宝三 跟刚才说他们要抓那个人呢 差一个字 那是王宝山 山海的山 这个是一二三的三 王宝三 这几个警察闲着闲着啊 就拿着开玩笑过来了 你是王宝山吗 卖药堂的一看 啊 是是是 好 既然承认了 也不难为你啊 吞吞快快 跟我们走一趟吧 这卖药堂都傻了 这个什么事 到了你就知道了 走吧 带着警察厅啊 报告杨厅长 人犯王宝山带到 这杨帮子还挺高兴啊 他带进来吧 带进来一看好 差点没气息 他认识 这是卖药堂的王宝三 他知道这是手底人啊 敷衍他啊 但是这个衙门口有错抓着 没有错放的啊 也就那就问问吧啊 你叫王宝山啊 身背双猎女两条人命 你知罪吗 把卖药堂的王宝三气坏了 说您这个冤枉我啊 迫害双猎女 那个王宝山 山水 山海的山 我是一二三的三啊 不是一个人 嗯 杨帮子说 那你知道那案犯 王宝山藏哪吗 说我不知道 但您放了我呢 我这个戒指卖糖啊 走街串巷 我给您打探 做个眼线 杨帮子也乐了 行了行了 知道你药堂挺好 就是耽误你了啊 得了 那个药堂我买了 给他拿二十块钱 啊 王宝三说 你给太多了 归了包就是搁一块 连五毛钱都不值啊 啊 说这个 得了拿着吧啊 听说你吆喝的好听 你吆喝一个吧 那王宝三就 很高兴啊 就就 来一通 他那个吆喝呢 到现在也没人会 因为什么呢 他那 也听不清自闷啊 什么都有 还有外语 连打嘟嘟 在吆喝 来一通 杨帮子听完乐了 喝 说你以前是不是跟着洋人当过差事啊 连吆喝都有洋味的啊 王宝三说 我跟你这么说 我这吆喝呀 中国人听不懂 外国人也听不懂 我因为我会唱杨歌 哦 你还会唱杨歌呢 那是 我不光会唱杨歌 我还会唱杨帮子的 杨帮子气的 哎 你们喊我外号呢 不是 您外号是杨青天的 就就就就就 就给轰出来了 后来这个王宝三 就在南市荣业大街 还有个门脸 门面房 也不走就串巷了 就专门跟着卖药汤 那么说话说回来 因为当时在天津双烈女的案子 这个舆论很强大 杨毅德没办法 敷衍民情嘛 最后亲自出面 联络地方的乡绅们 给双烈女买的什么棺材啊 什么的料理厚事 出殡这天是 就历的五月初一 好 整个天津街上乱了套了 这个全副的仪仗 前面是军乐队 指使开道 军警全副武装 后边在京的主要政府官员 什么朱家宝 巫寿 商德权 天津这些个乡绅们 严修啊 什么赵元礼啊 这些人 头面人物 男皮张氏族人 一千多人参加这个葬礼 送葬的队伍打西关出发 绕城区一周 最后把这个双烈女 就葬在这个承熙 明朝有个废工人的墓 就在这 这个碑 现在存在这个天津的天津公园里边了 啊 墓碑 是这个前清一臣 后任北洋政府总统 徐世昌撰文 天津著名大书法家 华士奎写的 整个双烈女 这个出殡 一共收了碑联是二百余付 光收的这个店一份子钱 十几万 啊 碑联里边很多都是骂这个直立高等检察厅的 啊 所以这个 这个双烈女下葬之后呢 嗯 张瑞音 然后家里边的总账房 孟淑瑞 带着金家那母子几个人回南皮 利用办丧事所剩下来的钱 啊 在南皮城里边文庙东边 建了一个双烈女祠 写了碑写了事啊 这个碑当然后来就是特殊时期就给毁了啊 金家这娘俩呢 最早的是就住在烈女祠的西乡房 后来就又搬到那个双庙村 再到后来呢 天津扩建新北电院 烈女墓呢 影响建设 那说烈女的这个双烈女的衣钩啊 骨头挖出来 兄弟媳妇搬运回了南皮 埋在现在的双庙村的西北 这是天津当时的真事 啊 双烈女